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人生下半场最不能放弃的三样东西 出版人杜窟的主编老六 和舍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 有过一次对谈 二人年轻时喜欢组饭局 慢慢的年纪大了 饭局少了 海阔天空的聊天也少了 老六问陈小青 你现在老到什么程度了 陈小青说 我老到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了 年轻时无论吃有油腻的东西 扛着机器跑一上午又饿了 现在明显感觉吃不动也消化不动 人们常说出走办事归来仍是少年 人过中年 思想和精神可能还是少年 但是身体不会骗人 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身体慢慢老去的变化 老去意味着什么呢 是花瓣凋零 草木枯黄 逐渐和社会脱节 变得行动直缓 年轻时为了生存 为了家庭而负重前行 当你在人生后半段拥有一段为自己而活的时光 怎么度过才算得上不枉此生 日本作家 杜边淳一 在《优雅老去》中提出了一种名为熟年革命的生活主张 也就是不被世俗左右 充满好奇心 追求人生所爱 不惜赞美他人 不忘自赏自爱 过好下半生 至少有三样东西不能放弃 一 运动 医学界有个术语 叫适用性萎缩 也就是一些不常用的部位会慢慢萎缩 比如小腿骨折绑上石膏 如果长时间绑石膏 等到完全康复后 小腿会变细 这就是适用性萎缩 不止四肢的肌肉会如此 大脑也会 而且大脑的萎缩更隐秘 更难用肉眼识别 也更容易被忽视 人的本能是好懒怕动的 长期不运动不动脑 就会养成慵懒不爱动的惰性 年龄越大也越容易懒 但是衰老等于衰退 年纪渐长 当身体积也跟着慢慢衰退 就是完整意义上的衰老了 我们见过很多年纪大了 依然很年轻 身体也很健康的人 原就是他们的身体功能保持很好 比如皮肤状态年轻 说明你体内的毛细血管健康的 遍布全身 血的流动也十分顺畅 营养 水分 氧气等 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皮肤细胞中 同时 皮肤细胞产生的代谢物质 也能不受阻碍地排出 皮肤的新陈代谢能顺畅地进行 而运动之所以能有效地抵抗衰老 是因为伴随年龄增长 我们的肌肉会减少 肌肉的基础代谢会降低 新细胞生长的速度 干不上细胞衰老的速度 经常运动的人 能保持肌肉的增长 也就能维持较高的代谢水平 同时 运动还会促进血液流动 增强毛细血管的整体功能 在身体机能的共同作用下 身体脂肪会燃烧 让人保持良好的姿态 除此之外 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尝试学习新的事物 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 顺遂自己的情绪 不压抑隐藏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始终对生命保持热情 也是让生活更有活力的良药 第二 着装 在法国旅行时 渡边唇衣对两位老人印象深刻 两人看起来都八十来岁 丈夫教授行走不便 拄着根拐杖 却头戴贝雷帽 身穿宽松夹克 妻子稍胖 穿着鲜艳的花纹礼服 颈上的粗项链金光闪闪 他们脸上木满了皱纹 但是却打扮考旧 开朗乐观 交谈时 两人熟不熟的寒情对视 愉快地手握刀叉 品尝着佳肴 渡边唇衣说 在日本很难看到 如此洒脱 豁达的熟年夫妇 日本老人给人的总体印象 是灰暗 禁忌 特别是男人 外出旅游的穿着 也是朴素不起眼的 看起来更是老气横秋 工作时天天穿工作服 退休以后随便穿穿就行了 甚至很多人会变得拉里拉搭 但是放弃衣装 往往是放弃自我要求的开始 人一旦考虑外在的改变 内心就会随之改变 再活蹦乱跳的人 穿上典雅的礼服 也会安静下来 立项柔弱的人 只要西装配西裤 也会显得干练有精神 丢掉那些 人要看内在的老观念 因为一个外表整洁优雅的人 需要付出的毅力 精力 比一般人要高多了 他们的生活态度也积极得多 保持整洁 得体的同时 不局限自己 勇于尝试 勇于展现自己 才是生命绽放开的样子 三 梦想 杜边淳一认为 享受万年生活的第一条准则 就是不把自己当老人 在他一部描写养老院生活的小说 那有怎样里写到 八十岁老太太穿着一身红裙 多半会被人说 与年龄不符 因为大多数人的想法是 一定要和其他人看齐 绝不做出头鸟 其他人都穿素色 我也应该穿得一模一样 别人怎么做 自己也跟着做 但是别搞错了 你可不是为了其他人的想法活着的 如果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 一味地银河世俗 最后也不知道为谁而活 就虚无地死去 那可太遗憾了 要活得精彩 首先就得把上了年纪 就该怎样地禁锢 抛到九霄云外 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 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坚持走自己的路就好了 年老不代表褪居在家里 远离社会生活 而是代表着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年轻时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钱去做的事情 现在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台湾澳美做过一个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短片 梦骑士 五位平均年龄81岁的台湾老人 一个重厅 一个癌症 三个心脏病 他们经过六个月的准备 环岛13天 骑摩托车 行驶1139公里 指挥员一个年轻时的梦 当他们完成骑行 来到海边 五位老人 各自拿出了珍藏的照片 有他们年轻时的旧合照 还有妻子的遗照 真实的故事中 骑士的发起人 是一位87岁的老人 赖青岩 他们在央视纪录片中说 现在社会上好多人看待老人 就是觉得 他们是被淘汰的一群人 坐公交 公交车不停 因为嫌老人走得慢 上了车 又怕他们摔倒 要负责 在路上 被别人说 老人现在就是负担 他挺了很不满 所以 他就是要表现出勇气 跑一遍全岛 给那些人看看 在综艺节目 《奇遇人生》里 主持人阿娅 感慨自己的年龄 已经从蹦蹦跳跳的小女孩 变成40岁的人 同行的毛布衣说 不至于考虑这么多 40岁就是新的20岁 其实 如果能保持开阔的视野 不自卑 不自负 不羞怯 认真的生活 不管是20岁 还是40岁 又或是70岁 都是当下最好的年纪 因为 生命里最年轻的一天 永远是今天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想和大家 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魅文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